KK超市售卖 印有阿拉斯眼袜子的事件 遭多人举报 虽然KK超市的业主 已经就此事道歉 但内政部表示将严肃对待此事 而警方已经对此展开调查 三苏安努亚 在今日国会下议院的发言中指出 一旦被定罪 KK超市的业主和供应商 可能面临最高三年的监禁 他说 警方已经检查了 全国各地的KK超市分店 并确认相关袜子已经被下架 不过 我们依然会进一步调查管理层 和相关供应商 以确保本地 不再有真主自演袜子存货 另外 五级阿曼刑事调查组主任 莫哈默苏海里证实 警方已经接到42起 与此事件相关的投报 他说 警方将依据刑事法第298A条文 破坏宗教和谐 分裂或伤害团结罪名 以及1998年通讯极多媒体 法令第233条文 不当使用网络设施或网络服务展开调查 击打州务大臣 莫哈默沙努西身穿印有KK超市商标的衣服 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引发争议 有网民批评沙努西身为穆斯林 身穿此商标的衣服 不顾及穆斯林的敏感度 然而 沙努西的新闻秘书 莫哈默亚金 立即澄清了此事 指出这是一张旧照片 他在今日的脸书贴文中解释说 该照片拍摄于去年9月17日 当时沙努西受邀出席了 由KK超市赞助的 橄榄球锦标赛的开幕仪式 活动在吉北兴读北方大学举行 莫哈默亚金指责有人 试图在神圣的斋戒月期间制造麻烦 将沙努西卷入这场风波中 他表示 沙努西出席活动 是硬腰穿着该商标衣服 主持橄榄球锦标赛的开幕仪式 他说 沙努西无法预知 未来会发生的事情 如果他能预料到 后来KK超市 会出售印有真主名字的袜子 他肯定会拒绝参加该活动 KK超市在吉打州 并没有连锁超市 几乎全部都在 巴生谷地区 行动党尼可敏强调 厚道 善良与宽容 是我国多元社会的成功指导 也是各族人民亲善团结的象征 因此 对于KK Mart 无意中的过失 各界应该以宽容的态度对待 得饶人处且饶人 尼可敏指出 种族宗教互相尊重 和谐共处 是我国必须捍卫与提倡的 珍贵文化与价值 也是昌明大马的核心理念 他说 KK Mart 已经公开道歉 并且采取措施 中段供应应有真主袜子的供应商合约 同时通过电子版通告 在全国各分店道歉 此举足见其诚意与认错态度 各界实在无需 再在他人伤口上撒盐 而是应该互相谅解 彼此鼓励 团结向前 尼可敏特别提及 首相安华领导的团结政府 正在全力推动经济发展 不希望看到 任何极端的负面行为 影响外资的信心 因此对于KK Mart事件 应以理解与宽容的态度处理 他指出KK Mart在全国范围 拥有881间商店 偶尔在管理方面出现的疏漏 属于无星之过 他批评巫星团长阿克马 及一些网民煽动种族 与宗教情绪的行为 并呼吁阿克马 虚心接受他人的建议 反省自身的行为 以避免成为巫统败选的罪人 处于当今全球化的时代 阿克马虽是年轻人 可是确再三玩弄 种族与宗教情绪 这种做法其实已经过时 更甚的是 身为政府议员 其行为已经违背了 昌明大马的精神 希望他好好反省 误再替政府道米 另外 多名穆斯林领袖站出来捍卫KK超市 呼吁社会停止继续炒作该事件 以免伤害各族和谐 据星报报道 前副首相顿伊斯迈的长子 道菲伊斯迈认为 既然KK超市已经清楚交代事件 并且做出公开道歉 这起事件应该平息 他表示 这起事件可能是无心之过 可能是门市疏忽大意 没有意识到袜子的设计 可能会引起争议 这是人为的疏失 他强调宽恕是一种美德 呼吁各方停止继续煽动风波 国家诚信党属理主席穆加西也表示 既然KK Mart创办人蔡志全 已经向公众道歉 那么各界应该放下过错 向前看 他认为 这起事件应该成为企业警示 必须设立适当且严谨的机制 以避免销售的商品 含有敏感且冒犯他人的元素 首相安华强调 大马政府的立场和政策中 不会干预任何国家的地缘政治 安华指出 尽管中国和美国之间 存在着紧张关系 但大马对选边站并不感兴趣 他强调 大马是一个小国 致力于发展和照顾人民的福祉 因此不会被卷入其他国家的地缘政治之中 他今日出席首相署长阅集会致辞说 我们不会选择对他人发表严苛的言论 而是专注于修复我们国家的经济 国家的结构 并提高我们国家的尊严 安华还谈到了与中国的关系 尽管存在轻微的意见分歧 但大马愿意好好讨论 并不想与中国产生问题 他进一步表示 尽管大马与美国在以巴战争的立场上存在分歧 但大马已经清楚表态 他指出 如果妇孺和无辜的百姓每天都遭受苦难 他将毫不犹豫地向美国总统表明自己的立场 针对最近有关他访问德国 只是为了玩乐的批评 安华予以否认 他表示 访问德国是为了改善马来西亚的形象 并进行有意义的活动 而不是为了娱乐 相信我吧 我在德国五天里没有去过任何商店 只是从酒店到会议室 我利用空闲时间 与欧洲各地的学者讨论回教恐惧症课题 他强调 作为首相 他必须离开国家 以获取国际支持 如果他在德国抽空散步 也被视为错误 那他愿意道歉 前卫生部副部长拿督李文才透露 他前天因肺结核感染 入院接受治疗 并计划休息至少两周 李文才昨晚在脸发文 详细说明了自己的状况 据他透露 从3月5日开始 他开始咳出黄色痰 但并不清楚感染来源 也无法确定是否传染给了他人 结核病是一种严重的空气传播传染病 但李文才表示庆幸的是可以治疗 相比较于新冠肺炎 结核病的传播性较低 通常只有少数与患者同住的家庭成员 可能会被感染 因此 他与同住的家庭成员 将接受卫生部的筛检和监督 李文才还解释说 结核病的潜伏期可长达几星期 到两年的时间 他呼吁 在过去两周内 曾与他有过接触的任何人 若出现疑似结核病的症状 例如持续两周以上的咳嗽 尤其是伴有黄色痰 持续发热 或出现不明原因的体重减轻 或食欲减退等情况 务必立即就已 以排除结核病的可能性 另外 在国家心脏中心IJN 治疗近两个月的 前首相马哈迪 终于出院了 马哈迪办公室发文告说 现年97岁的马哈迪 是于今早11时30分出院 中文字幕提供